工作賺錢只是為了讓自己三餐賺錢而已 結果這些人竟然無辜被受害了 被陳明通形容為什麼禽獸豬狗 那坦白講這些人難道不受傷嗎 當然我說真的啦 陳明通他的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事實上就是要怎麼樣 老掉啦 就是什麼 拔倒逼逼也要挺阿扁 現在是拔倒逼逼也要挺小英嘛 是不是 就是說你這個什麼 求溫飽 不行 怎麼樣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要求台獨 要求意識形態 所以說告訴民眾說這個才是對的 那韓國瑜去拼經濟是不對的 因為你拼了經濟以後 還沒有我們要民進黨要的台獨 所以還是意識形態的考量 那你看他說這個話 說意外也意外 說不會意外也不會意外 為什麼 大家記得嗎 剛剛講到黃崇燕 黃崇燕他不僅罵過韓國瑜土包子 他還罵過修理蔡英文的人說什麼 說他是畜生 你看如果總統府發言人可以罵畜生 陸委會主委罵禽獸 那大概也差不多嘛 所以這個民進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像這種話竟然都可以講出來 我必要說民進黨現在是最團結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看過民進黨這麼團結 上從總統下到行政院長到賴清德到陸委會主委等等 通通都團結在韓國瑜之下 通通都要修理韓國瑜 這是見鬼了 他們一致啊 口徑一致 沒有人不修理韓國瑜的 那為什麼 我覺得啦 這一次為什麼 陳明通要講出這麼重的話 搓到 就韓國瑜搓到民進黨的痛處 因為韓國瑜會拼經濟 他會讓大家罰大財 過好日子 會搶訂單 結果陳明通只會在背後搞罰單 把這個什麼 把甚至想要透過修理韓國瑜 當作自己的止痛單 所以這一種陸委會主委 我說真的 要自己知所進退啦